這集CAMMA教程會告訴你 你可能還不知道的11個CAMMA使用技巧工具 這些技巧工具能夠幫助你去做出更好的設計 動畫效果以及幫助你節省很多設計時間 Hi 我是 Grayson 這頻道主要是非常關於YouTube頻道運營 流量變線以及網路吹熱內容 我每週分享三部影片 所以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首先第一個工具叫SpeedPaint 現在我們來到CAMMA的首頁上面了 然後你可以點擊左邊的應用程式 在這裡面你可以搜索SpeedPaint應用程式 然後就可以找到它的應用程式 這個工具它是能夠把任何的圖片去變成手繪的效果的 你可以選擇應用於現有的設計 或者是應用於新的設計 比如說可以選擇應用於新的設計 這裡面你可以選擇自定尺寸 或者是選擇以下的其他尺寸 比如說可以選擇IG貼文的尺寸 1080像素×1080像素 這裡面你首先需要上傳一張圖片 在你上傳完圖片之後 底下就可以讓你去預覽這圖片 再接下來一個選項就是你可以選擇整體的順暢程度 它有三個數值 30fps 60fps 120fps 120fps 就是屬於最順暢的程度 然後你可以選擇它總共要花費的時間 你可以選擇從1秒到最高的20秒 在底下你可以選擇是否要加入顏色 接下來你可以選擇它的背景顏色 底下會有兩個效果 第一個就是加入手繪的效果 第二個就是加入消失的效果 我可以選擇加入手繪的效果 然後開始生成影片 現在就在生成影片了 現在已經生成完影片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整體效果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手繪的形狀 然後它是沒有顏色的 整體效果還是非常的不錯的 接下來我們可以調整一下 因為剛才我們這版本是沒有顏色的 我可以加入顏色 這個時候我取消手繪的效果 然後再看一下最後生成的影片 像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版本 你可以看到就沒有手繪的樣子了 然後這裡面開始上色了 最後面就加入了顏色 但是還是會有些缺陷的 比如說這個輪廓它就沒有處理好 包括這個背景它是變成黑色的了 但是我這邊明確寫到 我需要的背景顏色是白色的 所以大家可以多去嘗試一下 使用這個功能 去看一下最後的效果 下一個看法使用技巧就是 你可以按照顏色進行搜索 比如這裡面我準備了一份IG的貼文 我想要加入一個特定的元素 是符合我整體顏色的風格的 這個時候我可以選擇元素選項 比如想搜索花的元素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各種色彩的花供選擇 但是我想要找到一個 是這種黃色的顏色的花 我就可以來到這個過濾選項底下 這裡面可以讓你按照顏色進行搜索 這裡面是有一個黃色的 但假如說我想做到更完美一些 我想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個相同黃色的花 我就可以選擇這個元素 然後選擇它顏色 再選擇文件顏色裡面 然後找到加號 這時候就可以找到它的顏色代碼 然後你可以複製一下 再回到這過濾選項裡面 然後選擇這新增顏色 然後複製剛才黃色的顏色代碼 然後選擇套用 再點進這個過濾選項 你就可以找到 所有這個跟我這個顏色相匹配的黃色的花了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花 然後把它縮小 就可以看到 這個花就完美融入了我這IG貼文裡面了 保持了相同的風格相同的顏色 下一個使用技巧就是 你可以按照方向鏡搜索 比如說這裡面我準備了一個IG貼文 它的左半邊已經安排好了元素 只有剩下這右半邊可以放入一個新的元素 比如說還是想放入一朵花 那麼為了更好的去找到這個元素 我還是可以來到元素選項底下 我還是搜索花 然後選擇這個過濾選項 這裡面找到方向 它有三種方向 方形垂直水平 這裡面我就要選擇垂直了 然後再選擇過濾選項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展示的花都是垂直方向的 是比較細長的 就能夠讓我去放到這個空白空間裡面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花 就可以看到它就完美適配了 我這整個IG貼文了 下個技巧就是 你可以按照動畫鏡搜索 比如說我想搜索星星這個元素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展示給我很多星星的樣式 並且有一些是動態的 假如說我只想找到動態的星星 那麼我還是可以來到上面的過濾選項 這裡面你可以選擇動畫 你可以分別過濾靜態或者動畫 我就選擇動畫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所有展示給我都是動態的星星了 下一個使用技巧就是 你可以按照去背影像鏡搜索 比如說我想在這個IG貼文裡面 去加入一個去背的人像 那麼我還是可以來到元素選項裡面 然後選個照片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有的照片它是有帶背景的 而有的照片它是沒有帶背景的 像為了能夠讓我有更多選擇 我可以選擇這個過濾選項 在底下你可以選擇 僅顯示去背影像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我能夠找到所有這些都是去背影像了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人物 現在你可以看到 它就加入到IG貼文裡面了 並且是透明的背景 但是你可能注意到了 基本上這些去背影像裡面 它的右下角都是帶有黃冠標誌的 這代表你需要適應到Cupro才能夠使用的 你可以通過影片相方鏈接 去免費的獲得30天的Cupro免費使用 不僅能夠免費使用這些元素 同時也能夠讓你去體驗一下Cupro的其他功能 接下來我也告訴你更多Canva的好用功能 好用工具 不過在之前如果你喜歡這期影片的分享 希望能做影片點個讚 這是對我的最大鼓勵還有支持 下一個Canva形容介紹就是 你可以查看相似元素收藏 比如這裡面我找到一個關於聖誕節它的廣告貼文 我特別喜歡這樣的聖誕元素 我想看一下有沒有其他類似的元素可以讓我選擇 那麼我就可以選擇這個元素 然後來到左上角的資訊選項 在最底下你可以選擇這個查看收藏 你就可以查看到所有和這個元素類似的 關於聖誕節的元素了 所以這就能夠幫助你去快速的做設計 並且保持風格的統一 下一個Canva使用技巧就是 你可以使用近期設計的樣式 比如這裡面我準備了一個IG貼文 我可以改變它的樣式 使用我之前設計過的樣式 我可以選擇設計 然後再找到樣式 然後滑動到最底下 這裡面找到進行設計 然後選擇查看全部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我之前使用過的樣式 這裡面點擊使用樣式 就可以看到它就變成了另外一個樣式了 或者是我想選擇這個樣式可以去看一下 就可以看到Canva就立馬把剛才這個樣式 去匹配到我形容的設計裡面了 不僅對於現有的設計有效 如果你是完全空白的文檔也是有效的 比如說我選擇這個樣式去看一下效果 就可以看到它會幫助你去做出一個背景顏色 會幫助你決定文字的格式 接下來介紹一款斑點狀元素生成的APP 所謂斑點狀元素你可以來到元素選項底下 然後輸入block 就可以看到這些斑點狀元素了 這些元素很常使用在你設計IG推文的時候 但假如說你不太喜歡這裡面的元素 就可以使用我今天推薦給你的 兩款斑點狀元素生成的APP 你可以選擇這個應用程式 然後你可以搜索block 這裡面就有兩款應用程式 可以先查看第一個 這個就是它展示給你的第一個 如果你喜歡就可以選擇add to design 這就加入到你設計裡面了 然後你是可以更改顏色的 你可以更改成其他顏色 假如說要生成另外一個 你就可以選擇generate 就生成另外一個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就可以加入到你設計裡面 不喜歡的話再選擇generate 就是另外一個了 所以這個應用程式它的功能就非常簡單 接下來我們使用另外一個 canblock 這個應用程式它的功能就相對較多了 你可以首先選擇這斑點狀元素它的類型 它可以是實色的或者是現狀的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實色的 然後可以更改它顏色 你可以選擇任何的顏色 然後可以選擇它的複雜程度 也就是它外輪廓有多複雜 你可以看到越複雜它的圓弧就越多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設計就可以選擇add to design 然後之後也是能夠更改顏色的 現狀輪廓的也是一樣 也是能夠更改顏色 然後調整它複雜程度 另外你可以調整它現狀的粗細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粗的形狀了 然後選了add to design 就可以看到 這會有一個這樣的效果 接下來一個功能非常方便 那就是現在可以在CAMMA裡面 快速的彎曲蚊子了 比如這裡面我準備了一個蚊子 假如說我想讓它彎曲 我可以選這個效果 在最底下找到形狀 然後選了彎曲 你就可以看到 我就做出一個彎曲蚊子的效果了 在這裡面你可以調整它的彎曲程度 所以把彎曲程度變小了 當你把數值變成複雜的時候 它就是朝反方向進彎曲了 所以這個功能真的非常方便 接下來一個功能就是 你可以使用CAMMA的新增動態效果 比如這裡面我準備了一個IG貼文 我可以給這圈去加入一個動態效果 我選這個元素 然後選動畫 這裡面找到新增動態效果 我可以加入一個旋轉的動畫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開始旋轉了 這個功能是免費的CAMMA帳戶也是能夠使用的 假如說你是CAMMA帳戶的用戶 你就能夠增加一個這個功能 就是能夠調節它旋轉的速度 比如說你可以調節變高速 就可以讓它去更快的去轉動 或者是讓它更慢轉動 也是可以的 然後可以調節它的旋轉方向 可以讓它逆時鐘的旋轉也是可以的 然後對於這個星星也是能夠加入動態效果的 我可以選擇閃爍 就可以看到我這星星就在閃爍了 然後CAMMA帳戶的用戶也是能夠調節它閃爍的速度的 下一個工具叫Loti Files 然後到左邊應用程式裡面 然後找到這個Loti Files 這個應用程式能夠幫助你去獲得超過10萬種動態元素 它在上面有搜索欄可以讓它去搜索 比如說我搜索機器人就可以找到所有關於機器人的動態元素了 在這裡面你可以選個過去選項 比如說最流行的、最新的、最老的都是能夠選擇的 當你點這個選項的時候就可以按照顏色的組合已經匹配了 比如說想找到一個機器人 它是按照這樣的顏色組合的 就可以看到現在產生的元素就都是那樣的顏色組合了 如果想學習到更多關於CAMMA的使用技巧 你可以看這些影片 我覺得這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等這部影片點個贊 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來自更多關於CAMMA的內容 追蹤我的IG能夠和更多互動 我們下期間再見 掰掰